实属罕见习近平亲自扑火再次强调这件事,中央制定明年七大重点工作之一,是要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这与往年相比,实属罕见查实今年以来,大陆多名民企老板,先后出世九月起,更掀起一场国际民退的争论,令民企出现极大的信心危机,一时间国际民退成为中外舆论焦点。 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最终不得不亲自上阵扑火,向民企派电信玩,并高呼民企老板,是自己人民企老板旅出世明年七项工作重点中。 其中第五是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理念,提及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 会议还首度提出,要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习近平早在11月1日,在经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曾提及这一点。 习当时罕见率中央众官员,主持民营企业座谈会,邀请59名企业家出席。 向民企大派电信玩,首以自己人形容民企和民营企业家强调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并提出具检监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既要查清问题,也要保障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亦保障企业合法经营为国际民退扑火今年来。 邓小平前外孙女婿吴小辉,被捕下玉安邦集团高担局接管。 充当军方和派子党白手套的叶简明,被抓华信能源,被上海国盛集团接管。 曾是中国大陆首富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被迫清理负债,海航董事长王健离其死亡等,随着民企老板连番出事。 以及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随后宣布及刘勇退国进民退的争议,曾对大陆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困扰。